近日,周润发出席香港大学的活动与师生分享人生观,周润发提到,在前一天跑步时发生意外,双手手掌多处,被石头划破流血,更因为侧身倒地,令左边第四条肋骨出现骨裂,所以无论笑或是壳甚至用力呼吸都会感到十分疼痛。 医生已叮嘱,要暂停跑步运动二个月,说起周润发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他可谓是,一代人心中的影帝,曾经的他名震天下,但不知为何,近年来,关于他的非议,却被频繁爆出,其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就是,裸娟事件。 2010年,周润发公开表示,自己去世后,将会裸捐99%的财产,然而他在世后,却没有付出任何行动,所以就有很多人,说他的完美人设,都是伪装的,那么,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? 他是想通过,诈捐,赢得好名声,还是真的有这份心呢?贫穷的出身,坎坷的人生。 说起周润发,想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他在八九十年代大火,曾是一代人的偶像,一代人的青春,然而,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,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努力,都需要经历风雨和磨难,才能成长位,最终众人皆知成功人士。 但是,周润发也是如此,他现在衣食无忧,手握巨资,但是曾经的他,也只不过是云云众生中,普普通通的一个人。 1955年,周润发出生在香港,南亚岛的一个小村庄。 他不仅家境贫寒,父亲更是出了名的爱赌博,因为赌博,家里欠下了一屁股债。 这对本就贫穷的家来说,无疑是雪上加霜,有一次,周润发的父亲刚发了工资,他们一家老小,就希望父亲用工资,买一点米回家,给一家人甜甜肚子,可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周润发的父亲,早已是赌如命。 在经过赌场的时候,周润发的父亲,还是选择了他进去,就这样,刚到手的工资,全部被搭了进去,一家人苦等了一天,最后也只能扼住肚子睡觉,因为父亲不务正业。 他的母亲只能独自挑起了,养家糊口的重担,可母亲终究,只是一个弱女子。 家里兄弟姐妹众多,再加上父亲还欠住赌债,母亲一个人,根本无法补齐这些漏洞,所以周润发从小就过住,有上顿墨下顿的生活,直到后来,周润发的父亲去世,本来亲人去世,是一件悲伤断肠的事,可是周润发,却认为这是一种解脱。 父亲去世后,家里欠的赌债有了终点,这也减轻了,家里不少的压力,都说穷人孩子早当家,周润发也不忍心,看母亲如此辛苦,于是懂事的孩子,便早早地辍学,选择和母亲一起扛起,养家糊口和还债的责任,但因为年纪太小,很多人都不敢招他。 最后,在他的不断努力下,一家洗车厂老板,终于答应给他一次机会,就这样,他在洗车厂,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,有一次,他被要求,清洗一辆劳斯莱斯,在这之前,他从未见过劳斯莱斯,出于好奇。 他动了一下车的方向盘,可是这一幕,却刚好被车主撞见,随即,车主毫不留情一上前,就给了周润发一耳光,并嘲讽他道,像你这样的人,一辈子都做不上劳斯莱斯,这件事,对周润发的影响巨大。 在经过这件事后,他在心里默默暗示自己,以后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一辆劳斯莱斯,即便周润发工作很努力,可底层人是很难翻身的,再加上,家里需要养的人太多,父亲欠下的债务数额也很巨大,要想补上这些漏洞,只靠洗车赚钱是不可能的。 为此,周润发打过杂工,荡过邮差,在社会上摸爬滚打,可即便他每天都很辛苦,家里的条件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,出道艰难,意外走红,一次偶然的机会,周润发从报纸上看到了,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,争人广告,因为周润发长相帅气,所以周围的人都劝他去试试。 碰碰运气,其实周润发自己也知道,如果靠打工赚钱,一辈子难有出头之日,于是在和朋友商量后,他便抱主是一世的心态和,朋友一起去应征了,而招聘方看到,周润发帅气的外表后,也愿意给他一次机会,就这样,周润发成为了,无线电视演员。 培训班里的议员,从这时候起,周润发的人生,正一步步地发生着改变。 进入演员培训班后,他一直都很努力,许是因为自己早年坎坷的经历,让周润发演起戏来,如鱼得水,但是他依旧不温不火,为了抓住机会,成为知名演员。 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每天都站在电梯口,一旦看见有人来,就问候,早安,而他这样做的目的,只是为了,让更多人记住自己。 好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印象,成功都是,经历重重考验后的结果,周润发在跑龙套时期,收入微薄,跑龙套三年,工资从500涨到700,再从700涨到900,经历过长时间的失败。 也许很多人都会放弃,可是周润发却越挫越勇,终于,黄天不负有心人,1980年,以周润发为主角的《上海滩红遍全国》,在剧中,周润发饰演许文强,走进了大众的视线,因为周润发的父亲,视赌如命,所以周润发,打心底里讨厌赌博,也正是因为这个经历,和对赌博的厌恶,让周润发把角色演得淋漓尽致, 他饰演的许文强一角,得到了高度肯定,有很多人说,这是上海滩的,巅峰之作,从此,周润发的时代开始了,他走向了事业的巅峰,不仅还清了家里的赌债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 与此同时,他还成为了,好几代人的偶像,一时之间,他收获了很多粉丝,而曾经那个帮别人洗车,打杂,做邮差的周润发,永远被定格在了过去,此时的周润发,将开启他崭新的人生,空谈慈善,负面新闻,其实通过做公益迎娶名声, 得到社会认可的明星,数不胜数,可是做公益也很容易翻车,很多明星,就因为乍捐而臭名昭著,就如张子怡,2008年,汶川地震,张子怡向媒体爆料,自己捐款100万,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,邦灾区渡过难关,可是到最后,大家却发现,他只捐了86万, 这种行为让他的名誉,遭到了很大的损坏,即便是做出了,时时计计的行动,却因为自己所报的,捐款金额和,实际捐款金额不符,也会损坏自己的名誉,而空口说白话,却没有任何行动,就更不必说了,成名后的周润发,赚得盆满钵满,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小子,一下子逆袭成了,众人皆知的富豪,然而, 人一旦过惯了富贵的日子,就很有可能失去本心,2005年,比尔盖茨在伦敦庆祝自己,50岁生日的时候表示,自己去世后,将会把自己的全部财产,贡献给社会,因为这个发言,使得比尔盖茨成为众人夸赞的对象,2008年,周润发也效仿比尔盖茨,在参加一档,韩国综艺的时候,发表了自己和太太商量后, 打算去世裸捐财产的言论,因为周润发没有孩子,所以他的发言一出,便轰动了社会各界,大家发现,周润发可是有,56亿港币的财产,而裸捐这些钱,一定会对社会,产生重要的影响,所以,周润发裸捐的言论一出,就引起了,社会广大群众的关注,大家都纷纷夸赞周润发, 一时间,周润发作为,慈善大佬,名声大噪,外媒甚至称他为,全球最慈善的艺人,可是发表完,裸捐言论不久后,周润发便,销声匿迹了,直到他出了新作品的时候,才又提起,裸捐一世,他的这一行为,让不少人怀疑,他是为了推广,自己的新作品,才提, 裸捐一世的,12年来,周润发共提过8次裸捐,每次提裸捐,都是在自己出新作品之时,种种事件,不免让人怀疑,裸捐,的真实性,2020年疫情爆发,在国家和人民危难之际,不少公众人物挺身而出,刘德华等公众人物,为慈善界做出来,巨大的贡献,在国家危难之时,伸出了援助之手, 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,而被称为,慈善大佬,的周润发,却在此刻,消失在了众人眼中,周润发的种种做法,让公众,对其产生了怀疑,随着负面新闻的传播,他之前当红时期发生的,有损人品,却被压下去的事情,也都被翻了出来,与此同时,周润发耍大牌一事,也刷新了,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, 他本是穷苦出身,经历过社会的魔力,本应该踏踏实实,本本愤愤做事,可是,当红后的他竟耍起了大牌,张伟平导演,也曾因为周润发耍大牌,而表示过对他的不满,当时和张伟平导演说好的,片酬到开拍之际,周润发竟做地起价,要出了比刚开始,高三倍的片酬, 气得导演最后只好换人,张伟平还曾说,周润发演戏,要求剧组给他配一辆房车,说是方便自己妻子来剧组,看望自己时有地方住,在周润发的要求下,剧组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,每天花两万块钱,给他租了一辆房车,可让人气愤的是,周润发的妻子,都莫来过剧组几回,更别提在剧组过夜了,房车租过来, 周润发平时也不在里面住,花巨额资金租来的房车,只不过是周润发的,私人厕所,周润发平时除了,在里面上厕所外,也不会踏足房车,如此奢侈的行为,让很多人心里都很不平衡,仅仅因为不喜欢和别人,共用一个厕所,就不惜让剧组租房车,自己则只是在房车里,上厕所,周润发的种种行为,让张伟平表示, 自己将永远不会,再与他合作,经过种种事件,周润发的名声也跌落神坛,曾经人人崇拜的发歌,如今名声越来越差,更是可能面临着,晚节不保的情况,只能希望,以后他能用行动,证明他曾经说过的, 裸娟一世,不枉是人对他的高度评价,和他,全世界做慈善的一人,的称号,不论周润发最后,是否捐赠他的财产,这都是他的权利,我们无权过问,但是作为公众人物,就应该做到,言出必行,做好粉丝的榜样, 他说过要裸娟,也应当言必行,行必果,慈善不应该是,谋取好名声的幌子,希望每个人,都能够记住自己的本心,只有这样,才不至于,在名利中迷失自我,才能越走越高,越走越远。